各位聽囉 然後要我們求EF 要我們求這一段 所以我們先把我們知道的重複畫出來 因為這是那個 弧嘛 所以這邊跟這邊都是半徑 所以AF就是-弧 這一段就是-弧 然後 它是矩形 所以下面對下來這一段也是-弧 高這邊是3分之17 畫弧 所以這邊也是半徑 這一段 斜線自己畫上去 它是3分之17 然後這一段我們可以用算的 這段移過去 AE也是3分之17 之後AF是5 所以3分之17-5就是BF 這邊 就是3分之2 之後我們知道下面是5 然後邊的話 這一段我們把它設為X B1我們把它設為X 之後斜邊長我們知道是3分之17 然後它是直角三角形 所以我們可以用B4定 算出來 X平方加5平方 對於3分之17 X是誰 X是B 這段 B1 所以同學要看喔 它看的是B1 B1 C三角形 左下角這個三角形 好 所以算出來之後 X就等於3分之8 B1這一段就等於3分之8 然後我們要求EF 然後我們知道全部長度 然後又知道BF長度 所以就要全部長度-3分之2 就是3分之8-3分之2 剩下就是EF 就是3分之6就是2 修到現在問題嗎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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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